大家好,我是Jenny,好久不见了 距离上一次更新刚好一年了 之所以这么久没有更新 主要是因为工作繁忙 另外家里的小朋友刚上一年级 休息的时间几乎都要陪孩子学习和户外活动了 这一年来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评论或私信中 向我提出了问题 但因时间关系,我没有能逐一的回复 在这里先给大家道个歉 非要说点借口的话 首先我将近一年也没有研究HA了 有些问题不确定要怎么解决 其次,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排查 没办法通过一两句的描述就能确定解决方案 所以这几天我抽一些时间给大家演示 最新版本的HA搭建以及美化的教程 当然也是基于群晖虚拟机搭建的 希望对大家有用 如果还是有问题,大家可以在QQ群里和其他的群友们一起讨论研究 那第一个群已经满了 如果加不进去,就请加第二个群 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群晖搭建的整个过程 在这里再提一句,我并非专业人士 这里仅仅是分享个人的搭建过程 如果有不专业或者不完善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那接下来就开始吧 首先是在群晖安装HA的前提条件 至少2G的内存,32G储存空间,两个虚拟CPU,还有高级网络 能够访问Github 如果只有2G内存的话,运行HA会比较卡 需要给虚拟机做一个扩容 我的群晖版本是7.2.1 之前有朋友说用群晖搭建HA会比较浪费 而且24小时开机也会比较费电 那关于这个问题,我问了一下ChatGPT 一台群晖920加配4块硬盘,运行24小时,需要1.2到1.5度电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的群晖本身就是7乘24小时开机运行的 因为我个人的资料,比如照片、视频 还有一些工作上的资料 都会放在群晖随时同步数据 所以对于像我这样已经拥有群晖 而且一直在24小时运行的朋友来说 在容量足够的情况下 搭建HA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搭建HA而单独购买群晖设备 确实是有点大材小用的意思了 不过也取决于自己的意愿了 那么回到正题,我们在群晖里边搭建HA 第一步我们需要打开Home Assistant的官网 在这里点击Installation 然后再点击Other System 之后可以看到这个选项 下载OVA文件 下载好之后呢 我们来到群晖的后台 点击虚拟机 选择导入 找到刚才下载的OVA文件进行导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界面看到IP地址 在浏览器地址栏中添加IP地址冒号8123 一开始会打不开 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这样的界面 这个时间可能是十几分钟 也有可能是一晚上 取决于网络 高级网络 最后如果看到这样的界面之后 我们就可以注册账号 然后进入HA系统了 那么搭建的部分就到此为止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在后面的视频中尽可能的为大家解释 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用 请帮我点赞关注 那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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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